首先我们要预备的材料 当然不少的all in one maker 接下来有一个透明粗酸 另外可可巴油 一个金油 另外一个矿菌 我们还要预备一个小凉杯 很简单 接下来有一个搅拌棒 另外还要预备一些蒸馏水 好了 首先我们将all in one maker all in one maker 先把all in one maker 大约1% 它是一些胶体的物体 接下来加入可可巴油 加入可可巴油 好了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蒸馏水 蒸馏水分三次加 你会发觉 它已经变成一个cream狀 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松懈 要不停搅拌 每一个皮肤 无论你做精华素 或面霜 也好 一定要搅拌均匀 将你里面的所有 皮肤成分 和分子搅拌到最小 效果是最好的 而你皮肤 吸收的时候 也可以吸收得最多 好了 将所有蒸馏水 全部加进去 是不是有些像做蛋糕 其实 skin care 也是的 我们只要把水 和油的分子 加一个乳化剂 继续搅拌均匀 就已经可以做到 一个很漂亮的cream 加了水 加了油 加了乳化剂 我们还要加一些保湿的成分 例如透明质酸 甘油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你会感觉到 它很轻松 就是代表做到效果 你不会看到 有油水分离的情况之下 就是代表 你的cream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好了 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加了水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一滴抗菌劑 我们可以加一些 比较天然的抗菌劑 另外加抗菌劑 我们大约是 0.5%至1%就已经足够了 这里我会加2滴糖分剂 你只要放在一些干净的容器那里 或者你用剩的cream 就已经可以了 你看看 好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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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 都不黏很爽的 这样 好了 这是一个面霜的制造 好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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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滋润